温哥华每日生活 Hello大家好 我是麦特爸爸 大家好 我是麦特爸爸 从今天开始呢 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详细的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我们的自雇移民经历 对 因为很多朋友们说 你们是怎么移的 然后包括对于所谓的自雇移民 还不太了解 同时呢 我们也想回顾一下 我们当时这个偶然随意 又不太容易 又挺复杂的一个自雇移民吧 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自雇谈 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词了 其实待会儿我是觉得 整个过程当中还是惊喜不断的 就是虽然一开始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呢 是可能是一念之间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但是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充满了惊喜 然后呢 也充满了意外 对 其实也不能说是一念之间吧 你不是早就有类似的打算吗 有类似的打算 但是始终没有下决心去做 估计跟很多朋友那样 就是做的那一刻 实际上是比较随性的 对 但是呢 这个念想 念头 其实是应该说 要追溯到十年前的 没嘛 这一干的就知道十年前了 对 2010年了 这是十年前 当时呢是这样 我的一个同学 就是我研究生的同学 在十年前呢 他就通过杰出人才 然后呢 移民到了美国 啥叫杰出人才 杰出人才呢 就是说在艺术领域呀 然后有一些自己的成绩 然后呢 得到了国内和国际认可的 这样的一些优秀的 其实大部分都是艺术家吧 这样的 他也是在文艺和体育 对 以及一些其他的方面吧 然后获得一些认可 这主要认可 比如说在这个国际上 获得一些奖 或者国内的这个比较 国家级的奖项 同时呢 有这个业内的认可 比如说一些大咖 合作 推荐信 或者认可的一些 这些优秀人士 文体界优秀人士 美国有个移民方式 叫做杰出人才 对 然后呢 非常快速能办 对 当时我那个同学就是 他是拿了什么一个奖呢 他在28岁的时候呢 就拿了一个全国的 新进导演奖 新进导演奖 就是年轻导演呗 对 新导演 就是导演戏名奖 对 28岁的时候就拿了这个奖 然后呢 他就通过这个国家级的 这个奖 然后呢 最后就办了这个 美国的杰出人才 然后他移民过去 对 而且还花不了多少钱 当时我记得他 因为他是10年前 他当时办那个结束人才 他就只找了一个律师 他办的时候 大概好像也就花了 5万美金那样 那么少 对 特别少 当时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移民方式 当时我也挺羡慕他的 然后我就在想 我能不能也通过这个方式 移民出去呢 但是很可惜 当年也没什么获奖 然后呢 就这个事儿其实就搁下来 对 关键是这事儿吧 以前听说的移民 都是什么投资移民 技术移民 是吧 对 投资移民呢 太贵 花那么多钱 不但是贵 而且呢 等待的时间呢 又是特别的长 对 是吧 然后技术移民呢 也没啥技术 别出别接底儿 我觉得技术移民 主要是呢 英语要特别好 因为他需要你的雅思成绩 是吧 而且不是一般的雅思成绩 雅思成绩还很高 而你的技术专业呢 又是正好这边需求的一些 对 咱也没那技术 也没那英语 对 所以就不考虑了 英语也不行 技术也不行 然后所以呢 这个这条路不行 投资移民呢 要花很多钱 而且呢 等待着时间也长 对 所以呢 今天呢 就说说当时为什么要开始移民 这个十年前 麦特曼就动了这个贼心了 是吧 但是 有了这个念一下了 有了这个念一下了 后来呢 随着我们就是 有了麦特 然后我们到处玩 在世界各地玩 然后呢 也一直在不断的聊这个想法 是吧 也考察了很多国家 然后呢 包括也去了什么 刚才说几分才的美国 然后加拿大 然后包括之前去的欧洲 包括这个 我们觉得今天先给大家讲解 咱们为什么最终会没有选择其他国家呢 比如说 还有很多移民方式 去欧洲的 咱们也是为什么不选的 欧洲呢 它不是传统的移民国家 它现在它好多 其实说是你可以在那永居 但实际上 它都不能享受真正的当地人的福利 还有呢 就是说欧洲的移民 你真正能移过去也是特别难 对 其实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 但是呢 我们也听了很多朋友在说 也了解 也得知了一些信息 跟大家分享 欧洲呢 去玩其实是挺好的地儿 对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有的是可玩地儿 风景优美 但是呢 一个是欧洲本身的 那经济动力 其实不是很足 然后真正经济动力 经济那个工作机会呢 在欧洲比起北美 比起欧洲要差一些 另外一个就像 就刚才曼她妈妈说的 欧洲其实它很多国家 并不是移民国家 它推出了很多 都是一些特殊的签证 比如说你在那儿 那个买房啊 或者什么 给一些特殊的签证 然后很多国家 推出的签证 你并没有在那儿 工作的机会 也没有在那儿 那个真正的一些 享受更多的福利 可能就是拿到了一个 长期的一个欧盟签证 然后总之呢 它非移民国家 它就不是针对移民 设置了很多政策 所以就不太适合 真正去哪儿生活 对 就是不是 就不属于真正的移民过去吧 对 或许可能去哪儿玩 去哪儿养老 或者可能 但真正移民 你在那儿居住是可以的 居住是可以的 对 澳洲呢 澳洲呢 我是觉得啊 像澳洲跟新西兰 我觉得可以放在一块儿讲 它那一个是感觉上 因为它南半球嘛 就距离中国很远 还有呢 就是说 它不成片 我觉得这个城市群呢 你要 或者是国家之间 你要成一个城市群 然后你整个的经济动力呢 你就比较发达 是吧 你看像澳洲和新西兰 本身这两个国家呢 就隔着啊 就有段距离 然后呢 这两个国家呢 它跟其他国家离的都不是特别近 对吧 我是觉得 我是喜欢 还是喜欢在那种 大的城市群里生活 就比如说 后来我们选择这个 蒙哥华这个城市 你看它离美国的西亚图啊 然后离波特兰呢 这些经济 西亚一条线 对 科技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呢 也比较近 是吧 如果你要是去东海岸 像加拿大的东岸的话呢 你看多伦多 蒙特利尔 然后跟纽约 波士顿 那边它就是一个城市群 对 所以我是当时就觉得 澳洲和新西兰呢 就是它都隔得太远了 对 澳洲呢 它有它很大的优势 是吧 一个是它最大的优势 对于咱们这个华人移民来说 它跟中国是基本没有时差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很多人就看中这个 跟国内沟通交流方便 然后呢 还有一个澳洲的气候 其实也比较温暖 不像这个 有人说加拿大比较冷 是吧 的确 这个放在后面说 但是呢 的确像刚才聊了说 澳洲的感觉还是一个 孤独的放在那的 这唯一一个州 跟其他的联系不多 不像北美跟那个亚洲 欧洲 它整个连成了一个次大陆 也整个连成了一个大陆 然后一整片 包括北美这几个国家 连在一起 感觉空间更大 对 你可以发展的 就是机会呢 相对来说就多一些 对 而且就算是旅行的话 你看你可能一开车 像我们住在温华 一开车两个小时就到夏图了 然后四五个小时就到波特兰了 那么如果要是在澳洲的话 你可能只能在本国家 就是那些城市 就在澳新两地转悠吧 当然有很多喜欢澳洲的朋友 针对澳洲有什么优点 你也可以咱们互相沟通 互相交流 因为我们不了解 我们只是从我们个人的一个感过认识 但是如果真正生活在那里的 其实移民也特别多 是吧 华人也特别多 风光啊什么的各种也特别好 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回到 我们为什么选择加拿大 对啊我们排除法嘛 你看欧洲没有选 是吧 欧洲没有选 那还有一些朋友就说 那为什么不去一近一点呢 比如说泰国新加坡 这最近也是比较热点的地方 是吧 咱们考虑过吧 对泰国也其实它也不是移民国家 泰国你是在那边 你可以在那边生活 对 你可以拿那个泰国的养老签证 养老签证 以及那些长期的一些签证 但是泰国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泰国呢 因为它不是移民国家 你即使在它那买的房子 你还不能 你还不能就是以个人的身份 去买它的房子 它只是分不同的类别 不同类别 公寓可以买 但是它那个独立的那种大房子 你是真的买的 对 如果呢你要是过去那边养老签证的话呢 你的医疗应该也是应该自己上保险 就是它不是真正的移民国家 它不是真正的移民国家 你在那生活就可以了 其实这些呢 最重要的是 你在那是不能做有什么经济行为的 不能上班挣钱 做生意什么的 有很多朋友我听说 去那边想做生意 或者开个铺子 还在专门找一个当地人 去那个出头楼面 因为这个你拿着养老签证 或者这种的长期的签证 还是不能从事这种经济行为的 对 这个总之呢 它不是也 它也还是不是移民国家 不是为移民准备了很多证据 为什么我要说真正的移民国家呢 你要能够享受到当地的居民的福利 这个是很重要的 福利和权利 对 福利跟权利 这个才是移民的真正的 我们要的东西 像泰国呢 它也是不是传统移民国家 新加坡也是个热点 是吧 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它主要是 它现在吸收的移民 大部分都是结束人才 对 还有新加坡 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毕竟中文在那边比较方便 中国它那边的华人 它的华人占到70%了 大概是 它的中文呢 有专门的中文报纸 对 而且那个离中国相对比较近 是吧 中文也比较方便 然后呢 学校也不错 环境也好 非常干净 环境也好 非常干净 饮食也可以 因为它那边有 美食天堂的 然后对 然后就是华人在那边 然后马来人在那边 主要是三个民生的人在那边 但是呢 那边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它太小了 对 太小了 整个国家太小了 你一开车 一流传出国了 对 真的是 你很怕整个国家也没多远 对 所以呢 这个事物对新加坡有最大的感受 就是有点 有点折腾不开 是吧 所以它一个国家比较小的话 它各种东西都比较小 房子也肯定比较小 对 我当时去新加坡那会出差的时候 住在那个酒店里 那个酒店特别的小 特别的窄 真的是跟香港那边的酒店挺像的 就是大部分的就是这样 面积比较小的 它经济虽然很发达 但是它居住起来相对来说 就咱们就说酒店吧 你住在那酒店的感受吧 就是特别的窄小 对 反正今天这集节目呢 就是个得罪人的节目 把各个国家各个地形先得罪一遍 各国家都有各国家的好 是吧 大家有什么反驳意见敞开的评论里面 我们只是说我们两个人 对这些国家 就是我们没有选的原因 当然了你说它又不好 能有那么多人在那生活吗 那倒是了 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选择的点 我们还说我们选择的点 最终呢 就把焦点还放在了北美这两个国家 对 其实也是这两个实际上 才是我们真正比较的 其实像其他的那些地区国家呀 我们可能稍微一看就觉得 这个地方可能不是我们要去的 我们就是日常生活聊天 或者去玩的时候 就沟通了沟通 但是都没有放在最后的这个牌桌 就是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的去想 对 要去那些地方生活 最后的牌桌上就这两个国家 对 北美的这两个国家 美国和加拿大 而这两个国家也是我们深度去转悠之后 做了各种比较 是吧 对 我们曾经从那个就是在温哥华租车嘛 2016年 从温哥华一直开到美国的旧金山 对 美国旧金山 然后之前呢 这个还有 然后呢 还从那个洛杉矶也去过 洛杉矶 然后南部从那个休斯顿 一直也是租车 一直沿着新奥尔良 开到埃阿密 对 然后到Key West 就是最远处那个海明威居住的那个小岛 是吧 对 南部也都 对 距离古巴特别近 一看就能看到对岸的古巴的那些 对 远处的那些岛啊 然后呢 美国的东边呢 之前因为工作的关系 包括费城那边也都去过 是吧 基本上就是 赚的比较多的是西海岸跟南边这条线 反正对美国也去了几次 它有一个感性的 其实美国吧 要是说真正的说生活起来 它可以居住的城市挺多的 选择性也多 它东海岸西海岸包括南部都是有特别多好的城市 是比较适合生活的 美国这个大陆真的是责天独厚 当然 它不光是海岸 它其实内陆还有很多国家 很多城市 其实是适合生活的 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也生活在 有西边的东边的南边 还有里边的各种朋友 你看就是我们整个沿着西海岸 然后又到南部 又到东部这一条线 每个城市都有好朋友在那 你看旧金山 然后卖访了一路的好朋友 对 旧金山是一个特别适合华人居住的城市 大城市 还有一个大城市 特别 特别大 然后从中国去方便 吃的也好 是吧 然后在那儿朋友带我转了一圈 感觉真的非常好 而且它的整个文化呀 这个底蕴呢 也比较厚重 对 而且这个城市 华在那领了一个奖 这个奖也挺有用的 所以对这个城市很有好感 对 然后洛杉矶呢 就更不用说了 华人众多 而且毕竟有好莱坞在那 是吧 它整个的比较时尚 对 比较fashion 年轻人的那种文化 是吧 感觉住在那会非常不寂寞 气候也好 气候也好 就冬天的时候太不冷 我觉得就是 喜欢那种非常舒适的那种环境 真的是在洛杉矶那种阳光海岸 甚至再往南一点 去圣地亚哥 是吧 圣地亚哥也是非常舒适的 冬季还真是非常舒适的 非常有调道的一个城市 是吧 我们在那儿也是玩了好几天 在那儿感觉非常好 特别适宜居住 对 然后呢 休斯顿 大家都知道姚明在那儿 休斯顿还有那个 NASA航天那个 发送中心 是吧 而且休斯顿 大家不知道的是 可能不太了解的 休斯顿是一个非常好 经济非常活跃的一个 西清城市 是吧 它有石油 然后呢 工作机会也多 所以有很多人 现在那儿的生活成本相对低 房子啊什么的各方面也低 对吧 有朋友也是从那个 加州 从加州 搬到了休斯顿 对 房价其实是加州的 三分之一的价格 对 我们也从那个去休斯顿 去他的大房子里 看来看 是吧 感觉很好 其实感觉 休斯顿有点像 休斯顿跟加州 有点像这个温哥华 跟凯尔加里的感觉 是吧 就是石油的新兴城市 然后呢 工作机会多 是吧 挺好的一个城市 然后 新澳洲 就是一个非常有调整 法国风格的一个城市 是吧 咱们就说说吧 就这么多挺好玩的城市 我们最后 最后 为什么就没有选 在美国办这个移民的事 对吧 最后呢 其实一直在珍珠 然后美国呢 也可以办 是吧 办刚才说这个 杰出人才的 当时呢 是这样 我们呢 就是决定要办这个 这个 就是自雇移民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自雇移民呢 跟那个美国的杰出人才 他的要求基本上 是很相似的 对 我们当时呢 就在美国和这个 加拿大之间做选择 当时呢 因为我们也是一路 在美国转了一圈 加拿大也转了 对 当时呢 给人感觉就是 美国人整个的那个 那个就是 精神面貌都比较的 就是他们都非常的 比较嗨 比较嗨 然后呢 非常自信 然后也很骄傲 但是呢 就是 即使是这样 每次呢 从美国开车 回到 加拿大这边 回到温哥华的时候 就发现 你回到温哥华的时候 有一种舒适感 你有一种 就是安定的那种 就让你内心 比较舒缓的那种感觉 你有那种感觉吧 对吧 我们聊了几次都是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美国人 跟加拿大人 你看的其实 从外边看差不多 语言 什么方式都很差不多 但是两个国家的人的 这个性格 还真是有很大的区别 对 是吧 最简单的就是 在加拿大这边 大家会简单打个招呼 然后能 能习惯保持安静 比如说我们去接MAT 然后呢 家长其实都已经认识了 但是经常呢 还有很多家长 就是大家 安静的站着 等着孩子放学 但如果在美国的话 甭说这种 已经认识不认识 人必须在那哈拉哈拉的聊天 对 特别热 哪怕去加油站上厕所排队 还在聊半天 是吧 是 说这个民族 这个美国人跟加拿大人 性格有很大的区别 美国人性格就是火爆一些 对 是 你看就是第一次哈 我们那个开车 2016年的时候 我们从第一次来这边 然后开车从温哥华 然后往西亚图那边走 要过美国的海关嘛 我们因为是自驾车嘛 当时呢 我们就是玩嘛 所以我就戴了一个太阳镜 一进到美国海关那儿 那个海关那官员就在那跟我说 特别不客气说 把眼镜摘了 我当时你知道吗 我就心里边咯噔一下 我一下就觉得 我也没说我想怎么着的 我也没觉得你这多好 你干嘛那么横啊 对吧 那你 当然这事是我做的不对 你过海关你怎么能带劲呢 这是我不该做的 但是我就觉得你也没必要 那么就是特别的 就是 哎呀 就是 就是呵斥了 你这还没拿力 人家要进小黑屋的人会怎么着 对 反正就是我当时就是 有一点感觉 就是觉得 他毕竟他觉得自己好 他觉得自己好 所以他就会比较 还有一次 我们是从先那个坐飞机到的 这个西亚图 然后西亚图再回这个温哥华这边 那西亚图那个海关那个警察 当然也是开玩笑 说你们在那干嘛呀 我们说这个途经这 然后再回去温哥华 他说去那边干嘛 为什么要去那 美国都好 反正就是骨子里就透出了这个美国是最好的这种美国的优越性 反正还是挺强的 对挺强烈的这种感觉 当然这是一方面 对 而且美国他有他的优点也很明显 他的工作机会多 他整个的这个居住环境和选择城市也大 对 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让我们最后决定的就是 我们当时我跟麦德妈妈在想 移民的目的是什么 对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的是为了我们真正在这边的很好的生活 对 孩子的教育 对 最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是这边的福利吧更吸引我们 对 因为我们也不我们不是二十多岁刚毕业的时候我们要去打拼 对 那我们可能会去选择一些就是经济发达的一些国家 他的机会多 对 然后呢他就业机会多 那其实你在国内的就业机会不是更多吗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我们当时选择就是因为我们想就是也不用再去特别努力的再去打拼了 对吧 因为过了那年龄了过了二三十岁那种打拼生活的那个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能吃苦 但是你过了那个阶段呢再让你去重新的开始去吃苦的话 我觉得可能你要生活在美国就不适合了 因为美国他的医疗他是他他不是全民医保 他是需要你自己去缴保险 对吧 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经济收入来源 那么你你不在那边努力去工作的话 实际上你想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存的那个状况的话 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说吧 就是美国呢可能年轻人去当然是非常好 工作机会多 但是加拿大呢我们觉得一个是性格比较温和 另外一个更适合孩子 和将来养老是吧 这也是我们就考虑了 孩子在这边呢他会有一个这个非常平和的一个学习环境 而且针对孩子很多福利政策特别好 然后针对这个将来养老朋友很多政策 只要你在这正常生活很多年以后在这报税 然后这是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 在这边税肯定很高 比如日常的消费 然后呢包括房子什么的税收很高 但是他有完善的一个福利政策是吧 而且完善的这个移民政策 我们感觉会他更是适合一个平静生活的一个 对平静生活 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就是野心 就是即使在这边你要寻找一个工作的话 也是踏踏实实的 然后呢做你力所能及的工作 就没有那么多的野心说我一定要就是挣多少多少钱 然后我要成名 对怎么样呢 在这包括加拿大人也是 我们之前也说加拿大人很多都是那种小生意 一个老板带着一个学徒 然后挣一个一个生意做 然后很多人也都是做一份自己的工作 他的收入 然后呢够他的家庭生活 然后平平静静的生活 对 如果你要想大富大贵 发财 估计再去贵谷 是吧 我们也没那想法的 所以就想更平静的生活 不是没那想法 没那技术 对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选来选去呢 觉得这个地方呢比较适合我们 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所以最终的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 然后确定了 还是要办加拿大这个联邦自雇移民 是吧 然后呢 大家可以自己针对吧 年龄 这个各种希望家庭情况 一个选择 确定到哪个国家以后 其实最重要的有一个大选择 就是怎么办这个移民 对 是吧 怎么办移民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自住 DIY 是吧 就是到加拿大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的 他的移民官网上去 自己 对 自己去看 然后需要移民的这些条件 然后呢 就把自己的这些材料 资料什么的 都把它翻译成英文 对 然后跟他直接沟通 其实在这个 就以加拿大为例吧 加拿大移民局的官网上 他把这个各个材料 各个打分情况都说得很清楚 对 如果是英文好的这种这个小伙伴呢 自助完全是可以可行的 很多技术移民都是自己弄 因为他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 可能就花几千加币 这事就已经办好了 但最最主要的是 第一 英语好 第二 你要花时间去跟这个 就是移民这个官网上的 来来回回的这个邮件 信件沟通 你自己全都沟通好 对 为什么技术移民很多 这个办这个自助呢 因为技术移民 一个是英语好的较多 另外一个技术移民 它就是完全打分制 相对比较简单 对 是吧 你知道符合他的条件 然后你就去这个赵章办事 一步一步办 对 但是呢 我们办这个联邦资库移民呢 它其实属于一个 这几年新兴起来的一个品种 包括很多的这个 我们问了一些专业人士 都对这方面 当时啊 我们是17年 准备要办这件事 问了很多这种这个移民公司 他们对这方面都不太了解 不了解 对 甚至还有人说 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对 是吧 都一般说 你们应该办投资移民 说没有这回事 然后当时呢 而且这个 它里边的桥桥框框 一些东西吧 你真的自己还很难搞清楚 也可能在英语不够好 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可能是信息不对等吧 有的时候你可能不了解 就是最最最 就是真实的信息 就是这个移民过程当中 你到底需要准备一些 什么样的材料 到底什么样的资格 适合做这个移民 当时我们其实并不知道 对 所以呢 我们也咨询了 包括打电话网上找了一些公司 咨询了一下 感觉不踏实 因为找这种移民中间公司 真的是这个太多了 你也不确定 这毕竟也是一件大事 最后呢 还是一个挺好的朋友 推荐了一下 对 就是我们在一起 大家朋友吃饭的时候 聊起了这个事 对 所以呢 人家正好把他的 好朋友的这个公司 交给我们了 然后我们一看了一下 这个他比较好的 就是这个哥们 他本身是多年的 这个在蒙特利尔的 一个直牌的移民顾问 对 他是一个蒙特利尔的 一个这个直牌移民顾问的公司 然后也开到了国内 北京什么的 后两个去 聊得还不错 后来就通过他吧 是吧 这个通过他们办理呢 跟资助办理呢 肯定会贵一些 对 但是呢 也会省心 就特别省心嘛 就是他告诉你 给你一个就是列表 你就知道你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对 而且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的中文件 和需要开的证明开给他的话 英文的或者整理一个上报材料 这些工作 包括各种那个公证啊 什么这些事你就不用管了 对 整理这个材料 打包上报 其实咱都没做 咱不知道咱整理的 人家给整理好 打包上报 还有一个毕竟他们相对的经验比较丰富 也办了很多的自顾 他们家还真是自顾 因为办的比较多 是吧 所以说就知道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一些方向 一些诀窍 反正总体来说办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对 我们大概好像是2017年开始准备做这个事儿 好 不要说具体的啦 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从最开始的第一次 第一天的开始准备 然后什么提交材料 一步一步给大家看 这是迈他爸爸已经把这些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就怕我也给说漏了 对啊 就一下把底儿给接到那 看看我们到底花了多少精力 然后用了多长时间 怎么一个流程 完整办下了这个自顾一面 是吧 这个估计也是网上第一份 这么详细的 具体到日期的一个清单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就是说 欲听详情 且听下回分解 是这意思吗 欲听详情 且听下回分解 好 那期待就到这 好 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